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说到吴应雄对黄敬说要搞定五次友 黄敬一听他吃了一惊 你不是说五次友已经死了吗 各位我相信不单止黄敬会这样问 连你也可能会这样问 上次你不是说五次友已经跳纲自杀吗 为什么他又没有死 吴应雄就说天不灭曹 死的人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五次友跳纲之后又没有死呢 原来五次友落了水之后 很快就失去知觉 当他醒来的时候 就发觉自己就躺在一只船上边 有一个微青木兽的公子就坐在他旁边 阵阵的药香就在船仓的另外一头就撲臂而来 五次友就温温顿顿 他仿仿佛的望着那个年轻公子一眼 跟着又不知为什么又睡着了 过了很久很久 船下面的水就躺下躺下 很舒服 这阵时五次友 就说,你烧得这么厉害,真的被你吓死人了 五次有,出来撑开双眼,他问李玉良 你为什么会救回我的 李玉良就说,不是我救你的,是狐公山救你的 是狐公山 是啊,是狐公山,你还记得他吗 哦,记得,他啦,现在他在哪里 李玉良就说,哦,他是个游方道士 他还说,很快就会过燕州那边,说不定,你会在燕州那里见到他 五次有,就点了点头,又是眉上双眼 过了一阵,他问李玉良 哦,现在船是不是向北面走的 是啊,你的病要在燕州府担葛几天先 到时呢,就再送他去北京 五次有,很惊讶地说 哦,我去北京做什么 这样的,昨天就帮你沾了一枝瓜 说如果你向南边走,就对你不吉利 所以沾瓜先生说一定要送你去北京那边 你不是曾经说过,说帮我推荐我什么差事 你现在这样,我怎么能够丢下你不理的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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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啊 五次有,就先眉上双眼,躺下 那个年轻人在外面就拿了一碗药进来 一边喂五次有,一边就笑着说 我和李先生打算和你一起入北京 我们盆穿就不够用的 所以呢,还要治愈你的 啊,想不到我五次有又要回北京 我怎么见他好呢 李玉良很敏感地问 你要见谁啊 是那个叫什么姑那个人啊 五次有妻言一笑 他说 你说的是苏玛拉姑 是啊,是不是那个苏玛拉姑呢 他已经出了家 对我的情分很重要 但是可惜没有缘分 我刚才说的是皇上 是皇上 我的学生 龙儿 这时候 五次有就显得有些神志不清 李玉良就趕快就帮他盖上一张皮 今天五次有很快就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船就已经进了燕州府地界 来的路码头还有几里路 运河的泥沙都已经塞了 船就过不了去 李玉良就给了船钱 就和那个年轻 就扶着五次有上了岸 在岸边新开的一个运河客栈那里就住了 李玉良和那个年轻 每天都服侍五次有 就帮他请医生看病 一日几次服侍汤药 杀婚恩勤 康熙十年的春天 黄河上游 由于答言解冻 一河春水就直舍而下了 虽然于成龙曾经治理过黄河 见效虽然快 但是并不能治本 这次春信罩治 猛然间黄河就崩了几个大口 高家宴一带 不知道浸死几多人 大水过后 运河府四处都是基民 而且瘟疫又流行起来 那五次有狗病前身 因为这样的瘟疫 怎样都顶得住才行 又是病了 而且瘟疫不退 不思饮食 這樣一來將李玉娘急得吞吞轉 到了第五天 五次有氣都吐不過來 差幾乎死了 她睡在床上的樹上掀著掀著 燕帝 你你你你你過來坐一坐 我有話跟你說 李玉娘就馬上坐過去 大哥你哪裡不舒服 五次有力地搖了搖頭 她說我這一輩子做了很多措施 如果天涯收我的 我都沒什麼所謂 死就死了 不過要我這樣連累你們倆 送給我的 你拿去吧 到了北京之後 你就去找善撲營的 魏東亭 做個見證 如果你如果你不想去 那你就將他留下 做個紀念 日後 如果你 你見到家父 你就將如兄的事 告訴他老人家 你告訴我 我就捨得 眼 糟了 說到這說 五次有已經氣躍猶屍 差幾乎都聽不見他講什麼了 只見到他口在搖著 你喻良的心很難過 他對五次有說 大哥 你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事 你沒事的 你沒事的 你放心吧 你沒事的 五次有又是出來撐開雙眼 小小的说 生死有命 岂是人力可为 有一件事 我一直都放不下 如果你知道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如梁看着五次有双眼 他说 什么事呢 我可想问问你 云梁是哪个 这时候 整间房都静了 过了很久 李雨梁突然哭起身 他抽热说 先生 我 我就是云梁 我 我是个女儿身来的 李雨梁一说自己是女儿身 那把声就马上恢复回 女人的那种娇柔和可人 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作者就这样写的 作为我这个港股的 也都只能够说 依书直说 五次有就继续说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难为自己 各位 在这书我想啰嗦几句 李雨梁一直在故事说出来的时候 我都一直将他当成是男人 这么说的 但是话实话 五次又说 为什么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女人 这件事我都觉得有点奇怪 事因一个女人 就算你怎么样去扮男人都好 无论身形 上貌 声音 等等其他的生理特征 你都很难扮到十足 扮到五成都不得了了 即使用现代的医学 什么变性整形都好 始终都能够看得出的嘛 但是呀 有很多的小说里头 或者说在一些民间故事里边 都有一些什么男扮女装 女扮男装 竟然是没有被人识破的 那这样东西呢 我就一直都很费解 比如说梁山伯与竹英台 一直都是以兄弟相称 怎么知道其中一个是女的呢 到底是不是当时这个女人 扮到好似去骗到当时的男人 也说是作者 或者说是一些导演 在处理这些这样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将当时的男人 或者说现代的读者观众 当成是白痴呢 这件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 到了这时候我要交代这个李玉良是一个女人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说一说这些东西 就免得各位说我 喂 你说了这么多东西 又说这个李玉良是怎么杀人放火 又是怎么跟五次后在一起 没理由五次后都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的 所以我就啰嗦几句 闲话丘提的言归正传 话说李玉良听到五次又问他 为什么这样去拦毁自己 李玉良就说 先生你说得很对 不过说起就话长了 你现在身体又不好 要休养一下 到时我就从头说起了 说完之后 李玉良就忍着眼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一晚 李玉良整晚都睡不着 是的各位 到底这个李玉良又是什么人来呢 其实里边是有段故事的 原来李玉良是陕西镇元人 祖辈一直都是耕田的 到了他父亲的这一代 日子就刚好过一些 没想到又遭遇瘟疫 他老母和姑子就在同一日就伤伤死了 他父亲就很伤心 但是家已经是贫困尿堕了 没办法 于是将云良用三两银的价钱 卖给汪家做丫鬟 然后草草就埋葬了妻子和他的妹妹 当时云良只得九岁大的 汪老太爷这个人是挺好的 并没有虐待这个小女孩 但是没多久 汪家就出了一件很QK的事 一下子就洗到李玉良 就大祸临头 到底是什么事呢 汪家大少爷汪氏贵是卖布的 经常就不在家里 主持家事的就是汪老太爷 年轻的族言妻子汪流氏 和大奶奶江塞氏 婆媳两个人就一向都不和 自从二少爷汪氏荣在贵州就选了茶马到台 回家住了一个月 婆媳之间的感情突然之间就好起身 汪老太爷年老多病 整天就躺在一张床树 有一天 云良就起得很早 照例去太太的树倒尿 当时她就站在房门口 轻轻的叫了两声 没有人应 于是就自己走进去了 谁知里头不但没有尿盘 而且连太太的影都没有 觉得很奇怪 就在这时候 听到二少爷汪氏荣那间西商房的树 一这样响了一声 接着婆媳两个就笑奇奇 你撕下我我撕下你 你拱我我推下你 扣着三楼就走出来 见到云良站在门口 两个人当堂面色都变了 汪流氏几步走过来 戳着云良的耳朵 小声恶死能登地骂他 他就说 四妹丁你说 你想死啊你 这么早起床 作死啊 鸡器都没提 你们过来倒了 说完就兜巴掌 就刮到云良的面书 那这个汪塞士呢 就扎家衣走过来 一边安慰他 一边说 哎呀呀不要打他了 不要打他了 他还小过 哦呀呀呦 哦 啊 ah是啦 你刚刚过来的 噶嘛 不要看见什么啊 云良就很委屈地 这个声咬 哑着 不 不 就 就見到太太和奶奶 哦,乖乖乖,好了,奶奶對你好不好啊 好,好 汪塞士就說 太太啊,這個小妹這麼可憐 來了這麼多年了,都沒回過家 不如就叫她回去探望她爸爸吧 汪流氏哭了一聲 掀起門點就進去了 過了一會兒,她捐個頭出來說 好吧,看在你的份上 就叫她回去探望她爸爸吧 不過這樣吧 如果下爬輕輕口疏疏的話 回來之後,我就煎她一層皮 說完,就叫雲娘回去 那晚,天下著好大雨 雲娘在回家的路上 被個男人壓著拉進去樹林裡頭 扭轉手綁在一棵大樹上 這個樹林 平時一入黑就有狼出來賺吃了 如果這樣綁著一棵樹樹 不用天光就渣也沒得靜了 當時,李雲娘被個男人綁在一棵樹上 因為天上很大雨,所以臨到他周身都濕了 在沒有遠的地方,還不潔地傳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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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吓得这个九岁的李云梁周身夹夹真 正当他慌到哭起身的时候 有两个过路的人就救了他 一个是中南山王学冠的静虚道长 一个就是师兄胡公山 就在这一晚汪家就火热 毕丽啪拉一直就烧到天光 虽然那天当时下着大雨 但是那些火就没有淋湿到 整晚不断烧就不断烧 到了天光大白的时候 这场火就将汪家就烧清光 自从这场大火之后 城里头就流言四起 汪家乱伦的这些事就不逆而非 在火海里头摘出来的汪氏荣 就连夜就回到贵州 这些就是李云良弟弟哥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事 李云良这次出山 完全出于一片好奇心 为什么呢 使用胡公山在月瓶店就收留了给康熙刺死的郭老四做徒弟 回到黄学观的时候 静虚道长已经过身了 已经有半年那么长了 兄妹就见一面 当然就很开心了 谁知云良就听胡公山说起北京那边的事 听着听着就撞火了 他说 师哥 不要说我骂你 你真是没用了 明珠这个东西正衰人来 谁知你又这么大方 将蔡姑让了给他都有的 还有那个什么五先生和那个桑姑 看着明珠拆散他们了 你都不理他 唉 难以为你还是一个行俠仗义的人 说完之后就嘟长嘴 就不理胡公山了 胡公山这个人 愈强则强 愈恶 愈善 整个人就软臂臂了 听到李云良这样说 于是就苦笑着说 师妹 你不知道这么多东西的了 你下山看看就自自然明白的了 李云良就说 我不信 过两天我就下山 保证做出好戏给你看 这些呢 就是李云良在遇到五次有之前所发生的事 好了 李云良现在就现了女儿身 那之后又会怎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 就且听下会分解